政府将会设定风险承担的这种安排 来跟这些资金的这些业者 来提供的这个补助 津贴来支持我们的这个企业 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增长快速的这种企业 包括出创公司 那我们呢将会继续的让他们可以取得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 而且呢加强我们这个企业融资的计划 就是我们的创新债务融资 从16年到19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一个方面的这个年值呢 它增长是44% 从这个初期的这个资金的这个筹资 来帮助这些呢具有潜力的这个企业 我们的生态系统呢 帮助这些初创的这个企业也正在这个增长 而除了这个创新创投债务融资以外 那么政府呢也将会承担就是高达可能70%的这种风险 给这些合格的这个贷款的这种申请 并且是跟这个一起参与的这个融资机构一起的来 一起来进行 我将会继续的支持这个项目 而且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呢 也就是顶线呢是从500万的提高到800万 而这上面呢我们预计呢将会有这个4500万的创投债务的这个融资 在这个接下来呢这一年呢被使用 第二点呢比较成熟的这个企业 从这个微小微型的或者是小型中小型到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 他们也必须要呢在这个新的新兴的科技上面呢 进行投资加强他们的竞争力 为了要鼓励他们这么做 政府也会资助他们采用数码解决方案以及新的科技 我们新兴科技计划呢将会资助他们的这种试点项目啦 或者是前沿科技像是5G人工智能 以及信托科技上面这个费用 这将呢帮助他们的这个创新呢能够走向市场 而且能够使他们这个下游的科技呢进行普及 为了要帮助公司能够来识别采用数码解决方案 我们的这个首席科技官或者是叫首席科技官数码咨询服务呢 也将会提供就是提供援助给这些专业的这种 提供给他们这个IT的这种咨询 数码领袖培育计划呢也是另外一个方向 能够来支持这些新的公司来招聘核心的数码团队 以及开发落实数码的转型的这个路线图 除了这些新的计划以外 我也将会呢就延长就是继续的扩大我们的这个支持 给这个高达80%目前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计划 像是我们新加坡的这个企业扩展计划 我们的生产力提升计划 以及市场进入协助计划 企业发展计划 一直到这2022年这个三月底 我估计呢这些计划呢将是 会播出这个十亿元 在接下来几年呢非常 企业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重新设计工作 所以这科技呢更加的这个发达 许多的这个工作呢 现在就是重复性的啦 或是需要劳力的呢可能可以通过机器来做 那么 谢谢大家